低層板航空業在台灣發展十年 近年來搭乘人數倍增 人氣健康 不過台灣民眾對於聯航的消費模式 大多抑之半解 甚至對於聯航的飛鞍存有諸多迷思 有一些謠言說聯架航空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都是用老舊的飛機 大部分在台灣的聯架航空 反而用的都是新的飛機 因為它在省油的科技上 座位數的安排上都是最有利的 所以可以進步把它的成本降低 聯航公司精算成本 新飛機燃油效率好減少油耗支出 大量採購單一機種壓低採購成本 機組和維修人員只需要針對 特定機種的飛機受訓 人力培訓調度和飛機維修保養跟著省錢 同時新飛機更是吸引人氣的宣傳亮點 帶來廣告效益 只不過新飛機擺在眼前 民眾心中的疑慮似乎還是無法消除 因為聯架航空它本身就比較便宜 相對來說其實對他們的飛機安全的話 我比較不信任 我寧願去當中華航空 其他長榮航空 比較有牌子的這樣子 生命比較重要 聯架航空我們國家才剛起步 外籍的聯架航空 就我的印象裡面 在台灣並沒有很顯著的 飛安的不良的紀錄 它是一般大眾的預期的心理 只需要時間去改變的 消費者認為便宜沒好貨 業者沉浸 聯航票價低 不代表飛安品質也打折 低價值真的只適合你賣低價值 所有艦航空機都會有同樣的標準 所以沒有差別 而且因為你低價值 你保持不少 低價值的航空 其實花了一倍的價值 在航空保護 在航空增加 購買新航空機 尤其是保護保護 保護保護 管理者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主管國內民航事務 強調把關飛安 以示同仁 不會因為傳統航空 或是低成本航空的 營運模式不同 在審核和機卡上 有差別待遇 不管是連假航空 或一般的航空公司 我們對安全的監理上 其實是一致的 手冊的標準 人員及格的標準 甚至於空服員的篩選 標準的篩選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安全不會因為票價而有高低 目前民航局有60多位 航空安全檢察員 負責國內200架飛機 和外籍飛機的安檢抽查 我們跟國際監督是一樣 重點查核 就是第一次每一家都去看 發覺有一家的表現 分數比較低一點的時候 這一家就會形成重點 就會加強查核 另外一家有80幾分 那我可能 基本上查核的似乎 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 整體的效能來決定 查核的頻率 事實上台灣的飛安水準逐年提升 以數據衡量 國內飛機每百萬飛時 發生殖民事故的比率 年年降低 和全球平均試試率相比 國內飛機的試試率 從去年開始低於全球平均值 顯示台灣的飛安表現 已經從20年前落後於全球平均水準 引頭趕上 然而今年國內外接連發生 重大民航事故 使得飛安再度成為消費者高度關切的議題 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維護飛安 確實仍有檢討改進的空間 就有飛行員指出 目前國內飛行員人力缺乏 導致普遍勞動時數偏高 呼籲主管機關正式 一般來講民航法規定 一個月不能超過100小時的飛駛 一年不能超過1000小時的飛駛 一般的飛駛都在70小時左右 目前來講台灣很多航空公司 都在飛駛都已經超到90跟100了 這當然就是在短期上來看 這是OK的 譬如說今天是暑假 大家都多加點班 就跟所有行業一樣 都有加班的period的期間 可是你如果長期這樣下來 一定會對飛行安全跟飛駛身體的健康 會有影響到 另外深夜飛行或起降的航班 也就是航空業俗稱的紅眼航班 無論是傳統航空公司的 國際長途航班 或是聯航低價促銷的深夜航班 都讓基礎人員無可避免的 必須熬夜執勤 這東西的確是會對飛行安全 有一些影響 譬如說你在白天你工作6個小時 跟你在晚上0點到凌晨6點 工作6個小時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去熬夜 就算你有睡覺的話 跟你的生理時鐘是不一樣的 工作時數 時段和強度 都會影響機組人員 知情時的專注力 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 對疲勞風險的管理 除了規範航空公司 給予機組人員 知情前後足夠的休息時間 降低疲勞因素 還會抽查電腦排班紀錄 鼓勵民航從業人員 主動報告飛鞍事件 必要時祭出民航法 對航空公司開罰 對航空公司的罰款 其實蠻嚴重的 最少是60萬 最高一次就300萬 他可能一個空服員 他的疲勞管理沒做好 會罰到60萬到300萬 用這種重罰的方式 讓航空公司 你不得不重視這樣的問題 國際低成本航空公司 加入市場戰局 讓航空業競爭更為白熱化 業者比價錢比時段 樣樣斤斤計較 然而攸關消費者 最重要的飛鞍問題 主管機關持續透過抽查 要求業者改善和罰款等 多種管道 確保品質 畢竟機票可以打折 飛航安全 卻是一點折扣也不能大 正謝謝張智燕 蔡玉婷 王一文 台北採訪報導